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大爱一心观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时候 有时候会对他耳朵比较有兴趣 当然耳朵有兴趣的地方 可能是这个耳垂 这个不是那么顶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看到耳朵里面的一个结构 会让人家觉得真的是叹为观止 在那样的一个外在的一个形状 也就是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几个 好像同心圆立体流离同心圆的一个状况 就是要把音波收集 音波收集以后经过这个外耳道 而这个外耳道大家可以看到 它不是一个直线 它是慢慢的往上的那样的一个形形 那主要的也是避免昆虫 如果是一个直接往底下掉的状况的时候 那昆虫容易会跑进来 所以这里面当然他神经的皮肤神经 也是非常密布的一个状况非常敏感 然后进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好像局部在这里 这是一个耳末 这是我们外部也可以看得到 蛮透明的蛮薄的一个状况 可是它的目的干什么呢 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声音的一个音波 透过这样的一个听小鼓 这三个听小鼓的一个震动的一个放大的一个作用 可以把这个音波的一个物理的一个波形的一个强度给它放大 放大以后再进入这是我们的耳瓜 也就是我们的听觉神经那个地方 然后在听觉神经里面再把它解读成一个神经的一个讯号 所以你光看这样的一个结构你就知道我们的一个耳朵 它本身的一个敏感度它是非常足够的 所以因为有机会就要去多听那个大自然界的声音 多带耳机去听那个音乐的话 我们会把自己的这个耳末的这个敏感度降低 所以以后的人听力衰退的机会会很大的 为什么因为整天带着这个耳机这是不好的 少用耳机让我们的这个耳末有自然震动的 这个机会还是比较好一点 好那这个身体的一个结构里面都有在某个地方形成一个关卡 刚刚譬如说外耳道它是一个关卡 在这个耳末的地方它是一个关卡 让这样的一个音波的一个转换可以进行 让异物它不容易长驱直入这都很重要 任何地方都是有类似这样子 比如说胃这看起来好像常会到就是一根肠子通到底 胃肠系统不就是从嘴巴到底下而已 这没有很复杂 不是它在每个地方也都有派有重兵束手 某些地方要加强防范了为什么 比如说这是胃在这个地方 这个叫幽门 幽门的意思它不是一个很犹豫的在那个地方的束手在那个地方 不是它是要在这个地方局部 它知道这个食物进来 在胃里面它有分好几层的一个肌肉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肌肉的走向一个重的横的还是斜的 那为什么需要这样 也就是要让肌肉让这个胃部的这个消化分解它的一个功能能得到初步的这样的一个进行 把胃酸这样的一个消毒剂在胃里面吃进去的东西里面如果还有细菌的话 那当然有细菌一定有细菌的能够把它消灭掉 如果这个幽门这个地方是一直打开的 那这样不就东西一下就直接到十二指肠 十二指肠我们的防卫线是防卫的力量是很薄弱的 那这个细菌在那个地方就容易繁殖滋生 然后就造成跑到吸收到我们的血液里面就变成败血症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看看各个地方都有它的一个隔间的设计 也许它未必是看起来像一个门 但是它就有那样的一个门的一个功能在 好 回到现代的门 现代年轻人的门年轻人青少年他的房间的门口可能上面会写的这样子 请勿进入请勿进入 写给谁看 自己房间呢 为什么 要写给父母亲看的 意思就是父母亲要进入 也要敲敲门 也要询问说可不可以 不可以说拿根鸡毛胆子然后就冲进来 看他在那边打电动直接就敲一头敲下去 这个大概这样的沟通是不行的 还是需要大家看看彼此注重彼此的一个隐私 这个包括对自己的小孩也是要注重他的隐私 有些事情寻寻善诱 有些事情让他理解而不是用一味的 你一定要怎么样子 你这样就是不对的 你就要罚贵等等 这个在现代的社会里面他能达到的效果是不是很好的 好 提到房间 有一个人对画房间很有兴趣 范古 范古他对画他自己的字画像 画自己也很有兴趣 他不是真的那么喜欢画自己 因为没有别人可以画 只好画自己 画房间也是漏室 居漏室 人不堪其忧 回忆也不改其乐 难道范古也不改其乐吗 是不是这样子呢 他居漏室 不是 他是因为在这是1888年的时候他画的 他是要迎接高庚来 他认为高庚能到法国南部 这个充满阳光的地方来的时候 对他们之间的一个思想 艺术的一个共鸣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所以他就画了几幅欢迎他的一个作品 包括椅子 床 内部的摆设 这是第一版 不只画了一张 这第二版又画了 第三版还画了 你看起来好像大同小异 这三张摆在一起 好像没什么太大的一个差异 那干嘛没事画这么多幅画呢 其实他在第三版里面的一个画作里面 这个事实上离他自杀时间只剩下十个月 离他死亡的时间只剩下十个月 可是他为什么要画这幅画呢 我们比较这第二版跟第三版的一个差别的时候 你可以看得到这个画作中 他的一个墙壁画作看起来比较明显一点 跟上面那幅画看起来比较明显一点 这个在仔细一看的时候他画的是谁 一边是他自己 一边是他家人 所以这是给他家人看的 表示他他好像又比较好的一个状况 所以事实上有没有真的比较好 这个都是这个还是精神病 还是要好好的一个追踪 这个才是重要的 不只是主观一点点判定而已 好 提到关卡的一个问题 吞不进去这也是一个关卡 一个五十几岁的一个男性病人 他最初出现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死不下咽 吞东西吞不下去 吞不下去到什么严重的程度 就是常常要吐口水 苦水也是口水也是要吐出来 为什么吞不下去 吞不下去我们的食道不是应该 刚刚胃这个地方还有点忧门 奔门这个地方来做把关这个动作 食道这个没有什么把关的动作 理论上你吃东西除非是噎住了 应该是吞得下去 可是他吞不下去 吞不下去大家会想到的 大概就是这个问题 食道的一个问题 年龄五十几岁 食道以前有抽烟 有这样一个历史的时候 病史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到就是食道是不是长肿瘤的一个问题 所以肿瘤这个可能性应该是最大 那这是不是这个病人 不是 所以大家会先设想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很多的医院也给他做了内饰镜 肠胃道就是胃肠镜胃镜的一个检查的时候 发现奇怪食道看起来都还好的 没什么问题 可是为什么食道是好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为什么他会吞不下去 那难道是神经 自律神经的一个问题 过度敏感的一个问题 甚至于是不是精神方面的一个疾病 造成他 譬如说厌食症等等的一个问题 当然很多都要考虑 其实最重要还是要询问病史 什么病史 他有受伤过 他大概好几年前受伤过 颈椎受伤过 颈椎受伤过 颈椎受伤跟这有什么关系 不知道 会不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个 我们因为那时候颈椎受伤要固定 那等等的一个状况 跟这个有没有影响 他不是马上 不是说之前前一个月 好几年前 给他照一个X光片来看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得到在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 是固定的一个 这是前面就是我们食道这个地方 所以在食道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得到相对这是正面看 刚刚从侧面看的时候 我们在给他做这样的电脑断层的摄影的时候 可以看得到这个前面是气管 食道这个位置全部被阻塞 然后这附近有一些这个局部 来发生一些可能局部长久也有可能有 慢性这种比较细微的感染 但是长久累积的影响以后压迫到这里 压迫到这里前面就是食道 所以这个病人把这个东西拿掉以后 后来食道的通畅性就维持就好了 所以不一定会吞咽就是食道的一个问题 不过提到房间 最重要不要靠妈妈打扫房间 自己要打扫房间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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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